大家好,我是赵医生 很多人认为,如果我们得了胆结石 只要把胆囊切除掉就可以 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胆结石包括胆囊结石 还包括肝内胆管结石 肝外胆管结石 还有胆宗管结石 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胆囊内有结石 将胆囊切除掉之后 我们这是被动的切除了胆囊 但是没有改变我们内在的环境 那么就会在肝内胆管 肝外胆管或者胆宗管 还会形成新的结石 那么如何让结石远离我们 我们只有改变内环境 改变这种结石一生长的体质 这样才能是结石远离我们 终于认为胆结石的形成 主要是由于情之不随 肝胆熟悉时长 日久化热 食热运成一肝胆 食热灼毒一胆之互结 日久形成杀石 或者是由于饮食不结 过时肥肝后腻 或者是日久伤阴 肝阴不足 树叶时长 累积胆腐 精致通尿不畅 日久形成结石 总之胆结石的形成 与肝胆的树叶时长 有很大关系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平时 要保持心情树畅 所以保持肝胆的气急树畅 是非常重要的 饮食要以清耐为主 不要过时肺肝后腻 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结石 我们可以通过中医药 整体来调理 改变内环境 这样才能收到 很好的治疗效果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